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集 一架军机再次呼啸而来 放下了绳索 几名士兵马力地把绑得结结实实的一笛送了上去 而他们对夏依客气的一身手道 来自遥远的夏依王子 现在请到华夏依庆 士兵们用的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器 这个语言转换器让他们发出来的声音 转换为夏依他们的种族语言 请问我现在要去哪里 夏依有些疑惑地说 华夏 少氏科技总部 怎么办 这些东西启动了 如果真的让它完成启动 它在瞬间爆发出来的能量 足能让我们的地球震成两半的 海底里面 叶浩轩看着螺旋状的光束 他有些头大的说 那名兽手战士并没有随着一笛离开 他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盯着叶浩轩 一点也不放松 叶浩轩向前一步 他的精神就有些紧张 首先 你得把这一家伙解决了再说 李延欣倒是无所谓 他悠悠地说 小意思 叶浩轩大步踏前 他右手中太长 向前移送 一声清河 横斩而去 瘦手战士的反应一眼不慢 就在叶浩轩抱起来的时候 他也动了 他手中的长枪 与其他低阶兽手战士中的 手中所持的不一样 这家伙手中的长矛 并不是高科技的武器 而是肉搏用的 他提着手中的武器 迎着叶浩轩手中的太长而去 叮 一串火花奔发出来 叶浩轩手中的太长一阵 他感觉到对方强大的力量 从太长上反噬了回来 他这一剑 竟然没有把对方的长矛斩断 好坚硬的材质 看来 你跟其他的战士不一样 叶浩轩开始对这个家伙 另眼相看了起来 其他的兽手战士都只是傀儡 但是这家伙似乎是战斗类型的 我与他们的确不一样 因为 我是战士 兽手战士竟然开口说话了 你是我第一次见到会说话的制造品 叶浩轩愣了愣 别拿我和那些垃圾比 兽手战士 似乎对制造品这几个字十分的敏感 他猛地挥起了手中的长矛 向叶浩轩横斩而来 这长矛有点像是冷兵器 但是上面应该是加了能量功能 挥动起来这玩意儿十分的沉重 几乎能把虚空给划破 看来 伊迪之前也意识到 一味的发展科技 也并不能让他感觉到安全 还是这种战斗用的机器 才是王道 虚空仿佛被划破 叶浩轩向前一步 他竟然气得太长 右手向前一探向长矛抓去 他手掌锁到之处 虚空都为之微微地扭曲 哄 叶浩轩紧紧地抓住了长矛 庞大的力道让他不由自主地 后退了一步咔嚓一声 他脚下的地板出现了一道纵横交错的裂痕 你疯了 李延欣吃了一惊 他抽出冷月教帮叶浩轩一把 别 我只是想试试 我的实力恢复了多少 叶浩轩沉声道 他紧紧地抓着对方手中的长矛 他身体里的真气疯狂地流转 自从伤势有所好转之后 叶浩轩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有些变化 但到底是那些变化 他也说不清楚 那些变化或许只有在他身体危急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兽人战士手中的长矛很厉害 叶浩轩一手抓着 渐渐地感觉到了吃力 长矛上的光滑渐渐地向叶浩轩这边压挡过 叶浩轩的身体越陷越深 李延欣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冷月 他的掌心满是汗 他不知道叶浩轩在做什么 他只是觉得叶浩轩现在对抗得很吃力 李延欣的精神紧绷着 如果叶浩轩现在出一点意外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不到一分钟 叶浩轩的身体已经下陷到膝盖了 他脑门上的汗如同水蒸汽一般 他身体里面的浩然蒸汽 现在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自从受过了伤之后 叶浩轩体内的浩然蒸汽就远不如以前 在以前的时候 他的蒸汽润转不修 一波接着一波 从来就没有不够用的时候 但是现在 他接着这个瘦手战士这一毛 就倍感吃力 长矛以压倒般的形式向叶浩轩压来 李延欣右手一动 他提着冷月就要上前助叶浩轩一把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突然感觉到体内一阵热气 从汽海处涌来 随即真气充盈 碰 瘦人战士手中的长矛被推后了一脸 叶浩轩向前一步踏出 他艰难地走出自己双足下面的深坑 看到眼前的局势反败为胜 李延欣一颗掉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一胜果然是一胜 就算是身受重伤 在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情况下 他还是能反败为胜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叶浩轩有些差异 他的气海被毁 按理来说 身体里是存不了一点真气的 但是据许哲之前所说 他的真气并未全失 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 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刚才 他的力量几乎被压制到了极限 但就在他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 真气又从气海里面散发出来 这让他感觉到十分的诧异 突然 他的意识中光线一亮 随即一片金黄生腾而起 叶浩轩吃惊地发现 他的身体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颗黄豆大小的金丹来 在这瞬间 他总算是明白了 自己的气海被毁了 原本是身体里面 是存不了一点真气的 之所以有真气 完全是这颗金丹的缘故 这是什么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金丹大盗吗 他有些不敢想 因为他受伤之前的修为 只是天井而已 在这天井之上 还有先天至敬 玄境 之后才是金丹大盗 这是武道的至高之境 他不相信自己竟然在这机缘巧合之下 竟然是连破两境 直接踏入了传说中的金丹大盗 金丹大盗 看着叶浩轩周身上下散发出的隐约的豪光 李延欣简直不敢相信 他知道 叶浩轩在受伤之前 这是天井的修为 现在受了伤 而且还是在短时间之内 他怎么就这么快到达了传说中的金丹大盗呢 要知道这中间可是差了两个境界呢 看得出来啊 叶浩轩现在是金丹出城 他的金丹还不算是太过于强大 但是这个已经足以让人吃惊了 兽手战士双眼中露出了一丝奇特的神色 他看着叶浩轩身上散发出来的豪光 突出人眼 你的气息让我感觉到很熟悉 是吗 你之前见到过和我一样的人 叶浩轩笑了笑 我从被制造出来到现在 已经有几千年了 当初他们制造出来我的目的 就是被你们这里的古人所震撼到了 之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 几乎征服了所有 但是你们滑下那里 那些看起来如毛银血一般的野蛮人 他们自身竟然有着天生的神通 兽手人陷入了回忆 难以想象啊 他们以自己的肉身 可以植入宇宙 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 竟然有着毁天灭地之事 这因我们的科技理念有冲突 你们的科技理念是什么 在此之前 你们是不是一直固执地认为 科技才是文明发展最重要 也是不可战胜的 叶浩轩浩奇地问 不错 在这之前 我们一直认为科技才是不可战胜的 但直到发现了你们之后 我们才知道我们错了 我们错得离谱 瘦手人道 要知道在这之前 我们认为人类自身 有这么强的实力 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被制造了出来 我试着修行那些古人 平时修行的心法 一晃就是几千年了 可惜呀 我还是没能到达他们的实力 你要是能到达那才奇了怪呢 叶浩轩笑了笑 修行 不是所有人都能修的 就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们也要看看 这先天的资质 与自身的悟性 资质差者 悟性低者 是不可能有修行之路的 而你 只不过是一个 被制造出来的垃圾罢了 你根本没有人身上的那种 并天地造化而生的灵性 你也想修行 说我直言 你只不过是吃人说梦罢了 虽然领悟不到你们这里的人 那些高深的武学 但是这些年 我也不是白活下来的 毕竟 我的生命是无止休的 哈哈哈哈 收手人笑了 远古大能也不敢说自己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 你真的敢这么吹牛逼吗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我的生命是以不断地汲取人类的基因为代价 所以只要人类不死 我的生命就会无止无休 你活了 你活了这么多年 害了多少人 叶浩轩冷冷地盯着他 记不清楚了 记不清楚了 很多呀 兽手战士摇摇头道 只不过 我活的岁月太多了 所以我厌倩轩了 我悟不大你们这些人类所谓的真谛 所以 现在我请求你 统统快快地跟我战一场吧 你求死 叶浩轩笑了 哼 这很容易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右手微微地一用力 咔嚓一声 握在他手里的长毛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响声 长毛的毛身上出现了一个纵横交错的裂痕 不愧是和古人有同样气息的人 你竟然一只手掐断了我的长毛 兽人战士佩服地看着叶浩轩 他并没有感觉到不可思议 因为远古的那些大能们 都是达到了金丹大道的修为 他们已经成长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对于叶浩轩能徒手掐断他的长毛 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诡异的 一个合金制成的垃圾罢了 比起我们华夏大能们的灵气 差远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右手一扭咔嚓一声 瘦手战士手中的长毛隐声而断 长毛的屏部寸寸地裂开 而叶浩轩一把抓过毛尖 猛地向前一送 扑 长毛穿过了瘦手战士的脖子 宽大的长毛几乎将他的半边脖子给削了下来 叶浩轩后退了几步 盯着瘦手战士 你们是逃不脱的 主人已经启动了能量装置 过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就会成为废墟的 收手战士的话戛然而止 他的脑袋重重地向下一锤 便不再说话了 只是地下基地的晃动越来越激烈了 轰隆一声 一个地方彻底地裂开 一大波的海水猛地倒灌了进来 去那里 有掏声舱 叶浩轩向前一指 他抓住李延欣的手就向前跑 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凝聚螺旋状能量 突然微微地一闪 便机消失了 本来因为能量而剧烈晃动的实验室 也平静了下来 能量消失了 叶浩轩微微地一愣 是消失了 但是 李延欣向上方摇摇欲坠的实验室底 一直到 这里的破坏程度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而且这里是几千米下的海底 如果你不想被压成饼的话 现在最好离开这里 走 还是越管越猛了 叶浩轩一拉李延欣 匆匆地跑到了逃生舱 他们来这里的时候 穿舱于海底的逃生舱是不一样的 跑到了逃生室里面 叶浩轩有些傻眼了 只见里面只有一个逃生舱 里面 也只能坐下一个人 上去 我帮你启动 叶浩轩向里面一指 你呢 李延欣反过来 看了叶浩轩一眼道 你不走 我也不走 逃生舱只有一个 叶浩轩看着越来越深的海水道 再不走的话 这里就要烫了 到时候 我们都得被水给压死的 你不走 我也不走 李延欣还是固执地说出了这句话 我有凤魂的 我死不了 叶浩轩无语地说 核弹都炸不死我 你还怕什么 那不一样 这是几千米下的海底 而且下面还有一个火火山 等这里彻底地塌了之后 你会被压成饼的 李延欣生气地说 又想抛下我一个人 你休想 我一个人死 总比我们两个都葬身海底好吧 叶浩轩有些苦笑道 这个女人的想法还真奇特呀 她要陪着自己殉情吗 要走一起走 要死一起死 李延欣摇摇头道 陶生仓只有一个 我不让你先走 你也不要让我先走 那好 我们在这里殉情好了 叶浩轩是没了脾气 李延欣一言不发 他收起冷月 竟然真的一屁股 坐到了陶生仓前的椅子上 看起来他是做好了死的打算了 你这傻女人 你这又是何苦呢 叶浩轩无奈地坐到了他的身边 我只是不想再离开你罢了 李延欣微微地一笑 他靠到了叶浩轩的身上 我知道 你不会抛下我独自离开 而我更不会抛下你 我只是要让你清楚 我为你付出的 要不你为我付出的多 你这是要让我内疚一辈子吗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是 我就是要让你内疚一辈子 因为我付出的多 所以你才会觉得欠我的 只有你觉得欠我的 你才会深深地记住我 李延欣微微一笑 你不做这些 我也会记得你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 高帝 你破自己的玲珑之心 被我摒弃了心魔 京城为了救我 你不惜自残身体 这些我都记着 记着就好 这说明你还算是有点良心 李延欣笑了 叶浩轩的话 让他感觉到很满足 你身上的伤 虽然没有留下伤痕 但是你每次出一剑 都几乎伤到了我的心里 叶浩轩拦住了他的肩膀 那时候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样拼 因为在那之前 因为家事的原因 我们两个一离一友 我根本不知道你喜欢我 男人吗 都是这么没心没肺的 李延欣笑了笑 我喜欢你 我又不好说出口 所以我只能用那些方法 引起你的注意 骗人 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 叶浩轩明显地 不相信他的鬼话 记得在云史森林的时候吗 记得 那一次 算得上是九死一生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 你被炸飞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炸了 那时候 你还担心我啊 李延欣斜着眼 看得叶浩轩一眼 那时候 貌似我们的关系 还不算太融洽吧 不算很融洽 但是就是替你担心 叶浩轩笑了笑 还好没事 不过在暗和的时候 我还看光了你的身体 你记得吗 你装死 李延欣有些恼怒地 看了叶浩轩一眼